OK啊,那么上面这个呢,也是我们开发经常使用的啊,就是你需要呢,经常的去对比文件的不同啊,文件的不同,比如我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,我想对比我编辑之后的文件跟之前那个文件有什么不同啊,有什么不同,那么对比文件的不同呢,通常分为两种情况啊,第一种呢,就是对比工作区的某个文件和某个版本中某个文件的不同啊, 就拿工作区的文件和版本库里面的某一个文件呢,来进行对比,那么这里面的话,对比两个文件的不同,你是要使用一个命令啊,这个命令叫做get啊,就different啊,different啊,那么这个呢,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啊,就是我在这里面呢,还是去编辑我们这个文件啊,看到vicode.text啊,在工作区里面我要编辑这个文件,然后呢,我加上一句的newline,好,加上它,那么, 那么,加上一句呢,我们就开始呢,保存,哎,这里面呢,就是我,我已经编辑完这个工作区的文件了啊,哎,你get status,你也可以看到一个相应的状态,有这样一个变化,那么,现在啊,我要对比,我编辑完之后,工作区的这个code test啊,和我hide版本里面的code test,它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啊,怎么做,就是get啊,different啊,就是前四个字母, 然后呢,hide,hide呢,你要跟hide版本对比,就写上hide啊,然后杠杠,后面呢,跟上这个文件的名字,文件的名字啊,OK,然后,回车,哎,这里面呢,就会给你有这样一段提示啊,这样一段提示啊,那么这个提示呢,你要能看懂这个提示代表什么作用啊,首先我们给大家看这个,减和加啊,减和加啊,那么, 我们要给大家看下面这一部内容呢,就是前面没有出现加号和减号的,就是两个文件里面,都有的内容啊,那么当出现加号或者减号的,就对应着是某一个文件所啊,特有的,那加代表哪个文件,减代表哪个文件,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,首先你注意,减号呢,在这里,它就对应着这个hide版本的code test,那么加号呢,就对应着你工作区里面的code test啊, 哎,你知道这个加减代表谁之后,那么你往下一看,the new line前面出现了一个,加号,那就说明,你工作区里面的code test,比hide版本里面的code test多了一行,多的一行就是,他啊,就是他啊,OK,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我们说你要能看懂它什么意思啊,这样对比的话,这个减号呢,就对应前面的这个版本里面的这个文件,那么加号呢,就对应着是你工作区里面的这个文件, 你要能看懂这个对比的提示啊,就工作区里面这个文件,比hide版本里面的多了一行啊,多了一行,OK,多了一行啊,那么这是啊,这是拿工作区里面的某个文,工作区里面某个文件和版本里面某个文件进行对比,好,我们然后呢,把这个,修改呢,我就把它撤销掉啊,直接是给它checkout,我就撤销掉它,写上一个code test, OK,那么,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,对比两个版本之间,某个文件的不同,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啊,我需要去对比hide版本和hide的上一个版本里面,code文件的不同, 那么,这个时候你还是使用这个秘密啊,叫做gator,differ啊,然后里面hide,好,那么代表hide版本本,hide上件过后呢,代表hide的前一个版本,你要对比它里面的哪一个文件,两个横杠后面写上这个,文件名,好,回事, 那么,还是一样的啊,前面没有出现加号和减号的,代表是两个文件里面,都有的,出现加号和减号是代表是某一个文件所,特有的,那这个时候,加代表谁,减代表谁,按注意,这个减号呢,就对应着你是你hide版本里面的code,text啊,加号就对应着是你hide的上一个版本里面的code,text啊,那么,你知道加减代表谁之后,你一看你就知道, hide版本里面的code,text啊,比hide的前一个版本里面code,text啊,多了一行,多了一行就是,他啊,就是他啊,就他,OK,同样的道理,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他俩反过来啊,给他,biffer啊,然后直接写上一个hide的上件过后,这边写上一个hide,写上一个code.test啊,好,你一回这儿,那么,这个时候呢,减号就对应,减号就对应的是, 他了,哎,hide的上一个版本,加号就对应的是hide的版本,好,这个里面,因为hide的版本里面,比hide的上一个版本里面,这个文件多了一行,所以下面出现的是这个,加,对吧,这还是说明啊,还是说明,hide的版本里面的code,text啊,比hide的上一个版本里面的code,text啊,多了一行啊,多了一行啊, 那么,你要注意,你这俩,你这俩版本呢,放的位置不同,那么,加减,它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啊,减号就对应的前面这个,加号就对应的后面这个啊,后面这个,OK,那么,这里面呢,就对比两个版本之间某个文件的不同啊,你要能看懂这个对比的内容啊,那么这一部分呢,就是我们对比文件的不同啊,就对比文件的不同啊,就对比文件的不同啊, OK啊